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擴定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美國大選進入倒數69天 震撼性的臉書左刻薄自函的國會 他說拜登跟賀錦麗都有政治審查 干擾臉書的言論自由 那這使得今年的大選 社群平台的態度 跟維持中立公正性 以及假訊息是不是衝刺 立刻會影響到大選 那賀錦麗本人也面對龐大的挑戰 那川普事實上說 他一定會打造美國製的鐵穹系統 而事實上厄屋的戰場上 烏克蘭這個傳說中 擁有新型的無人機飛彈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武器 是不是真的北約或者是美軍軍援 各界也高度關注 因為俄屋的發展會影響到美國的大選 而且在西太平洋上面 印太司令直接表態 印太司令說美國軍艦可以直接護送菲律賓的船 這使得西太平洋美中的對立再度拉高 不過今天這個時間點 蘇利文事實上訪問中國 聚焦台灣南海跟兩岸跟美中之間的貿易戰 那反倒是美國科技業一波又一波退出中國 後續會有哪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吳京同總經理 大家好 再是董立吳老師 大家好 再是財政專家高子序 大家好 再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是邱思怡 大家好 再是吳明杰 大家好 好我剛講美國大選剩下69天 那這裡頭社群平台是一個關鍵 那臉書現在改名叫Meta的佐克伯 他自函了國會 他說呢疫情期間拜登施壓 那影響了平台的言論自由 同時他也說賀錦麗的幕僚也施壓 好創下美國大選哦 現在選情很逼近 那佐克伯直接自函國會 他說拜登跟賀錦麗的團隊 在不同的時間點哦 民主黨針對社群平台 直接做政治審查跟言論的監控 那這使得社群平台的中立性哦 備受質疑 可是他的指控呢 事實上也可能衝擊這場大選 這個衝擊非常的大 佐克伯是在8月26號的時候 突然之間 致函了美國眾議院的司法委員會 而這裡面呢 其實等於是佐克伯的一個 政治上的公開懺悔書 這懺悔到什麼 他在拜登政府的施壓之下 侵犯了美國立國精神最重要的言論自由 而且拜登政府會有審查言論 他在這個事情裡面 所以他的結論是什麼 呼籲停止金援民主黨 那佐克伯特別講的是說 他的META呢 他其實是在很後悔 他沒有早一點講出來 曾經被拜登政府施壓的事情 而且他除了提到說 在2020拜登跟川普 在那個競選很激烈的時候呢 他們的META 其實淡化掉了 杭特拜登的很多新聞之外 從2021年 然後為什麼提到2021年 拜登政府才剛上任 才剛上任的時候呢 高級官員 以及白宮在內 速度長期的施壓長達好幾個月 速度高級官員 施壓長達好幾個月 要求審查關於COVID-19的一些內容 而且呢 諷刺的幽默的通通都不行 如果他們在那個溝通的過程中 表達了他們不同意 接受你的審查 對方就會表現出他們很沮喪 而對一個政府和民間企業來講 當政府說很沮喪的時候 那種壓力 是一種多麼強大的無形壓力 而這個高級官員是誰呢 福斯特別指到了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做弗拉赫蒂 而弗拉赫蒂是什麼人呢 他在拜登政府的時候 是白宮數位策略部主任 而現在是賀錦麗重要的競選顧問 所以這一連上去 那嚴重性就很強了 而且從麥爾曼的福斯 還有美國媒體出來的話 他不但是對於Meta 有這樣的一個施壓 在2021年4月 你看也是拜登政府剛剛上來的時候 也寫了Email 給了Google 也跟Google講說 關於一些COVID-19疫苗的事情 一些言論 是需要溝通一下 這也就是一種施壓 而且後面也拿出來說2023年的時候 也報導說2021年的時候 弗拉赫蒂也就有詢問過臉書 是不是可以讓政府工具 特殊的工具來去鎖定某些特定用戶 那這個東西又是侵犯到了言論自由 又是一種言論審查 而在有一通電話會議裡面 當然了 馬斯克也沒跑掉 在S平台裡面呢 是稱讚 馬斯克他們改變了審查政策 沒有遭到任何不利的行動 那如果沒有改變呢 那是不是會有什麼不利的行動 所以主科博這一波下去 馬斯克這一波下去 其實裡面為什麼會出來 因為這裡面出現了 就是美國民主黨內部裡面 操盤民調裡面的 賀錦麗的民調 可能有虛胖的問題 好 因為 所以各界也解讀 也有可能是左克博的後台大數據 發現政治風向不大對 所以先行表態示好 對 因為這個什麼叫虛胖民調 就是美國的賀錦麗的 那個什麼民主委員會裡面 不是先前講說 他的民調沒有那麼樂觀嗎 其實後面他們的主旗試者 有更公開的說明 就是說其實搖擺中 目前看起來 雖然看似打平賀錦麗稍微領先 但是選民更看重的是候選人的特質 能不能升任工作 有沒有正確的願景 和強勢成為強勢的領導者 而在這裡面的話 在其他的分析裡面 川普都占優勢 而民主黨內部裡面民調更特別強了 其實在政治選裡面就叫做積極性選民 就是政治高度關注和低度關注的人 但是傳統的民調裡面 目前大概只能調查到的都是高度關注 積極性選民 但是不要忘了 低度關心政治的人不是不會投票的 而在這裡面賀錦麗其實沒有占到太多的優勢 然後賀錦麗現在的麻煩還在這邊 為什麼是虛胖 她呢參選參議員的時候 她當時幫她的趙王者 幫她俯選很重要的一叫泰斯特 結果她現在選總統了 泰斯特拒絕幫她背書 這個叫做趙王者都不願幫她 所以美國媒體整理了賀錦麗現在的虛胖裡面有五大障礙 第一個搖擺州的民調 並沒有像她想像的那麼好 第二個賀錦麗到現在為止 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專訪 第三個電視辯論是她的一個麻煩 還有另外牛肉在哪裡 你沒有任何政策 而川普得到了是白人男性的支持 好那這一次確實選情非常的複雜 那川普真的每天都有政策 他最新的政策說 他要打造美國版的鐵窮系統 就是要是川普是成立太空軍的美國總統 所以正式的把太空軍作為美軍的其中一個 這一個支系 那這確實超越我們先前講的陸海空三軍 他就成立了太空軍 他現在更下一層 他說美國還要打造太空國民警衛隊 對其實有兩個意義啦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 川普成立這個所謂太空國民警衛隊 他是新成立的一支啦 那拜登也不是沒有這個idea 但是拜登是把原來美國的空軍裡面 懂太空這一塊的 把他分支出去 可是這個政策其實 國民警衛隊內部反彈很大 因為等於是說 瓜分掉他們內部的資源嘛 所以說川普才在 剛剛我們畫面上看到那個場合說 他要成立一個新的這個支隊啦 他主要是這樣的一個背景喔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其實現在川普 到賀錦麗打到現在剩70天喔 其實募款很重要 那剛剛前面都有提到說 是不是民調有虛胖的問題 其實募款喔 在我們看美政人是更準的啦 那全代會四天民主黨開完了嘛 那賀錦麗其實總共募到8200萬美金 但是你把它調整通膨之後 相當於四年前的7000萬美元 那比拜登還少喔 但是你反觀川普 川普算也沒有多很多 可是8500萬美元喔 所以其實還是有點贏過賀錦麗 或至少他們是在伯仲之間 這個值得我們注意 不過也必須要講的就是因為川普 當時候的這個募款是因為他有暗殺的 那個行動沒有成功喔 有刺激到 另外一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說 賀錦麗目前他募得5.4億美元 是刷金紀錄 那當中有三分之一的這個錢 是來自於首次捐款者 所以他其實也是有效能夠去吸引到 拜登沒有辦法觸及的選民 然後這是一個募款來看 那民調來看呢 民調剛前面有提到說搖擺州 大概基本上都是 都是打平的 那其實你問美國選民說 你要看什麼候選特質啊 有沒有辦法升任工作啊 有沒有正確願景啊 能不能強勢領導 這個川普都還是佔優勢 那其實我自己也在做民調 不管幫政治人物幫學術做民調 民調的的確確 現在電話民調 比較鄉下的教育程度比較低的 剛好都是川本 這些人比較不會表態 這也是事實 事實上2020 2016年 川普的 尤其2016年那一次最誇張 黑天鵝整個發威 其實都問不到 問不到的情況之下 其實最後開票才知道了 好我今天想講一個部分就是說 現在挺川普的兩個人 我們剛剛除了講到這個 馬斯克也好啦 或是Meta也好啦 其實我要講兩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加巴德 好 夏威夷州的這個前 就是民主黨的 對前年方重運 他已經退出民主黨了 第二個但是小羅伯特甘乃迪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講 我現在講加巴德 加巴德其實就是賀錦麗的對照版 好 那為什麼 我先講結論 為什麼這兩個支持川普對川普 其實是有加分 因為這兩派的這兩個 不管是小羅伯特甘乃迪 或加巴德 其實多過就是支持民主黨 那他們其實支持民主黨 但對民主黨的領導階層 非常非常失望 他們認為說 這個華府那一掛人 建制派的啦 然後包括什麼 這個希拉蕊 包括這個 歐巴馬這些人 拜登這些人 其實他們就只是會講 那其實你各位去看 2020年的時候 其實加巴德也有去參選 那個美國的總統 當時候有一場很好玩 CNN辦的 就是說 有拜登 然後有賀錦麗 然後還有加巴德 然後那時候賀錦麗就緊咬拜登 然後罵拜登是種族 罵他racist 因為那時候拜登反對 那個種族融合政策 可是加巴德就在後面打 那個賀錦麗 那他說賀錦麗喔 是最偽善 你看那一場喔 我稱叫做俠女對上女簡作 所以我們現在看 其實現在對賀錦麗所有偽善的指控 絕大部分都是加巴德這邊來了 我舉三個例子就好 第一個賀錦麗在當 加州檢察總長的時候 他把5000個C大麻 那時候大麻在美國還沒有出罪話 關到牢裡面 結果人家問賀錦麗說 那你自己有沒有抽 賀錦麗就笑笑不答 這個諷不諷刺 這個是加巴德講的 第二個賀錦麗說 他對這個黑人的 或者說有些犯罪率比較高的 這個犯罪的人 包括尤其死刑犯 他比較寬容 可是賀錦麗卻讓他們怎麼樣 放出來去修高速公路 修橋這些 那另外賀錦麗也把保釋金 把他提的特別高 讓很多的這些窮人很難交保 諷不諷刺 這些都是加巴德講的 那加巴德為什麼 其實他對於賀錦麗的攻擊 到非常有效到 現在川普都希望說 幫他這個趕快溫習 跟賀錦麗的對抗的時候 他可以去幫他忙 因為其實加巴德本身 他是一個俠女 他不只住過伊拉克 還住過科威特 他甚至什麼 他甚至他當過憲兵牌的牌長 所以是一個很強壯 那說真的長得也是 很漂亮的一個女政治人物 那他是美屬薩摩亞群島長大 就是出生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美國人 因為在美國屬地出生 你還是可以選美國總統 就這一個畫面上的女生 對 加巴德 所以他後來其實他就是沒有選 所以2000年 2020到2024 就是這四年之間 他就退出民主黨 他有一個名言他說 我可以聞到你的恐懼 這個嗅覺讓我強壯 你看TOPTOP 那你看他對上賀錦麗 就是賀錦麗就是這樣 比較文嘛 文周周啦 然後檢查總長 然後那個講話感覺就是 就是一直拋那個夢 可是對於這個加巴德來講 他就不喜歡這樣 其實加巴德本身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不過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就是對於民主黨的那些領導節省 他很不爽 他覺得說 我當年也是挺你們啊等等這些 包括他 對同志本來是不友善 後來也是因為民主黨改變 可是他覺得說他 這個部分他沒有去感受到說 民主黨是有想要改變 好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們現在看川普 因為美國的選戰水很深 他不是有看表面上那個 我們講的說所謂樂隊花車而已 他慢慢要看 後續包括募款啦民調啦 包括很多的一些突發事件 我覺得這個勝負還未定 而且9月份的辯論呢 也可能直接衝擊整個選情的明顯變化 不過另外一個還有可能影響美國選情的 還包含俄烏的發展 特別是烏克蘭這一回合的大反攻 包含了拜登 包含了北約 顯然都是後面支撐的力量 好吳明傑 俄烏的發展會直接影響到 拜登的歷史定位跟選情 對這一個烏克蘭總統 哲倫斯基喔 那他宣布說9月將要赴美喔 那要提交一份叫做勝利計劃喔 那除了這一個跟拜登會面之外喔 那同時也要把這一個勝利計劃喔 那等於說交給 兩個陣營的這個總統候選人喔 包含像他希望當然能夠見到賀錦那個川普喔 那這個計劃內容喔 現在喔 相對來說剛剛媒體看到其實非常敏感喔 因為澤倫斯基他自己透露說 所謂的勝利計劃內容喔 包含像近日喔 這一個烏軍逆襲 這個俄羅斯的領土 庫斯克的 就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那同時另外涵蓋這個軍事外交經濟很多的層面喔 不過這個 剛剛那個Politico的一個雜誌中間也談到說 這個計劃裡面可能會把所有烏克蘭未來決定 要襲擊俄羅斯的軍事目標 有一個清單 直接提供給美國喔 那背後的目的很重要 當然第一個 是說服這個美國喔 能夠鬆綁一些所謂這個軍援的長程武器 譬如說這個ATSMS喔 這種射程300公里的戰術導彈 甚至同一F-16喔 戰機能夠進行進入俄羅斯進行跨際的空對地打擊喔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要展現說 烏克蘭自己喔 其實也有能力可以襲擊俄羅斯的目標 那這個最近其實我們日前也提過說這個 哲人士機他也同步宣布說喔 這個烏克蘭已經研發出一種新型的長程的 這個無人機飛彈喔 那這一型的飛彈喔 呃烏克蘭有媒體把他這個列舉出來 地圖上 那先前本來傳出說他的這個整個喔 攻擊範圍遠達1800公里 不過現在新的數據是講到說 他應該是有700公里啊 那如果700公里的範圍大概就是涵蓋 我們烏克蘭邊界喔 往北向這個貝爾格羅德庫斯科這附近 往外推總共230個軍事目標 還有24座這個二軍的空軍的基地 那這些全部都在打擊範圍之內 換句話說喔 拿這個就是要來說服美國說 你不給我 我也有能力來直接達成這個勝利計劃的目標 那當然很重要 那哲倫斯基也宣布說 他們也研發一型喔 這個彈道飛彈也已經試射成功喔 那哪一型現在沒有曝光 那更重要就是說 外界不斷在觀察說 這一個烏克蘭逆襲喔 俄羅斯到底有沒有動用喔 這一個北約援助的F16戰機 那哲倫斯基他被問到這問題的時候 很保守的講到說 有動用喔 首度證實 不過他強調說 已經曾經用F16戰機來擊落 這個俄羅斯入侵的無人機跟飛彈喔 他沒有提到這一個奇蹟 這俄羅斯的戰機喔 這恐怕就是在這個美國 現在還在限制範圍以內 也沒有辦法進行跨境打擊 而是一個防衛性的一個措施 同時 這一個等於美軍也首度套漏說 其實對烏克蘭的這一型喔 援助的F16AM這一型的戰機 其實喔 美軍已經在對他的電戰系統做升級喔 這EW電子作戰喔 那可以透過這一個 壓制俄軍的電戰干擾喔 那能夠讓F16在戰場上 獲得更多的優勢跟生存性喔 那我們先前期看到這個 澤倫斯基公開的F16AM的畫面喔 其實這機器下面的設計非常特殊 就有被發現說有個特殊的掛架 這個掛架可能就是用來 攜帶電戰夾艙 那現在美軍 也進一步證實說 這個烏克蘭的F16戰機喔 應該獲得最新的電戰系統的升級 那這個部分當然他也希望能夠跟美軍共享 如果在戰場上徵收到 俄軍的這個電戰干擾 這些參數的話能夠回傳給美軍 共同來對付俄羅斯 那現在這個勝利計畫我們觀察 提出的時間其實非常的巧合喔 我覺得澤倫斯基的確有很強的外交手腕 第一個先前逆襲庫斯克這個 到現在來講三週的時間喔 那烏軍公開說 現在已經有效控制1300平方公里喔 俄羅斯的本土 那這個部分喔 其實很聰明的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談到 他未來可以對為 用來作為對二喔 不管是這個談判喔 不管你今天是要換地或換府 其實這一個澤倫斯基的談到說 最近都在這個地方喔 在俘虜俄軍的士兵 能夠抓越多越好 因為未來可以換回俘虜喔 第二個其實更聰明的是 他也拿這個來當對美談判的本錢喔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能力 可以打進俄羅斯 其實你只要軍援給我 甚至你只要鬆綁武器 我可以打得更好 讓這個拜登政府對他的反攻有信心 未來可以增加更多的軍援 也可以等於說 對於這個烏克蘭未來 跟俄羅斯的談判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前兩天喔 8月2627 這個俄羅斯為了報復反擊 發動了最大規模的空襲喔 這個規模 這個空襲的規模 大概我們觀察兩天下來累積 大概合計大概300多架的無人機 跟這個個型的這個彈道飛彈 不過這些部分打的 都是這烏克蘭全境喔 從北、西、南、東 這些大都市15個目標 都是為了癱瘓他的這些所謂的水電 這些瓦斯天然氣的這些管道設施 主要就是為了接下來要度過寒冬喔 他要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對烏克蘭逼翔 不過事實驗證喔 已經經過兩年 這俄羅斯在烏克蘭本土 烏軍先前宣布說 已經發射超過9600枚的精準彈藥喔 如果加上這次將近萬枚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過去強調說 沒有一個國家用飛彈能夠 逼迫另外一個國家來投降喔 那更重要的是他已經度過兩次寒冬 其實烏克蘭某個程度已經對這些不再那麼恐懼 反過頭來喔 這個烏克蘭的逆襲 對俄羅斯才是普丁政權真正考驗的開始 那這一回合俄物的發展直接影響到美國大選的同時 先BCA討論了美國的科技業者一波接著一波撤出中國市場 剛剛看到這個美國科技業確實一波又一波的撤出中國 現在就是美中的衝突裡面喔 美國當然對中國實施各種科技的一個等於禁止管制的這個措施 那麼美國原先很多公司在中國有很大的商業利益 美國呢 剛剛這個裡面也有談到就是中國呢 整個政府機關他們有一個去美化的 對 去美化就是說如果可以不用美國 他用華為聯想 他用華為聯想 就可以不用美國盡量不用美國 所以變成呢 美國公司在齁 我們舉例來講齁 以前齁 因為中國的人力很便宜 而且呢 數值也不錯 所以像美國像微軟啦齁 谷歌啦 他們都是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 那包括IBM IBM在美國 在中國有設中國的研究院 中國的系統實驗室 中國的研發實驗室 那不過呢 這個美中關係緊張以後呢 IBM在2021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把他的中國的研究院就裁測掉了 那今年的8月23日 突然就是從媒體裡面傳出來 IBM的員工 就是系統實驗室啊 還有那個開發實驗室的員工 突然發現他的內網不能用 就是全部就關掉了 他們能夠去存取內網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呢 這一些員工大概有一千多個人 也不少 那這個代表這一些人可能會被裁員 那或者是調到其他的部門 那不過就是說等於IBM 要把它在中國的研發單位 整個撤掉 那這個相當於美中的關係 我們可以發現就美國公司要在中國做生意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一個我們這個看到就是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是有一點舊紋 就是限制中國的這個超級電腦的零件 這個大概在2022年的規範裡面就有 不過我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有一個機構專門在就是追蹤全球500大超級電腦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美國呢 是最最多的 它有171台超級電腦 中國是第二名 不過差美國差遠 中國有80台 事實上以前中國更多因為美中的這個 等於美國對中國像人工智慧的晶片的限制 讓中國降下來 那台灣呢 台灣有6台超級電腦 全球排名第16位 算排名也算還好 以台灣的這個國家來看 這個排名大概還可以 那另外一個 我想這個也是舊紋 我覺得 這個大概在2023年的7月的時候 中國就宣布就是家和者 他們要禁止出口 那就是要管制出口 那事實上家和者 中國的存量不是最大 但是它是製造 中國很厲害 就是提煉這些 因為家和者呢 它並沒有單獨存在 像家通常存在鋁礦和心礦 伴隨出來要把它提煉出來 那中國在裏礦性礦提煉很多 那麼者呢 也是一樣 跟在其他的礦一起出來 那中國我覺得現在應該 經過2023年的震撼教育到現在 美國日本這些國家 當然他們有找新的壽司 所以這個新聞我覺得 可能是提 可能是沒新聞好做 我不太清楚 不過呢 價格當然是往上升 那另外這裡提到的台積電的 3奈米5奈米 大概到第三季 營收大概會破台幣兆元 這個是很明顯的 為什麼呢 因為5奈米和3奈米 現在占台積電營收是50% 就占一半 那台積電今年上半年的營收是 1兆2661億台幣 如果一半的話呢 是等於是 等於是 等於是6330億台幣 那第三季呢 我覺得台積電輕易的 它的第三季的營收 一定可以超過大概 7000億台幣左右 那7000億的一半就是3500億 這加起來就超過 超過1兆台幣 這個是應該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友達 因為美光 友達把他的廠賣給美光 那因為美光本來想要買群創的廠 被台積電把他中途攔截 所以呢 經濟部就介紹他去買友達的廠 反正這些面板廠應該有很多空的 友達在南科的color filter 就是彩色立光片的廠 有兩個廠已經關廠 另外一個還在做 那這三個廠賣給 美光是賣74億 另外呢 他在後裏有一個 叫做友達精彩的子公司 把部分的廠用7億賣給美光 那美光呢 要用 基本上他可能要做這個 半導 就是說他等於晶圓的測試 以及另外一個 其實他最想做的應該是做 高頻寬記憶體 HBM 很好啦 很好 那友達以前大家就說他在半導體都沒有介入 群創是很積極的介入 所以友達他這一次呢 因為下週在台灣就要舉行 Semicon 就是國際半導體的這個展覽 那這個是主要針對設備的 那台積電就號召要有一個細光子聯盟 友達也要參加 好可以轉型是好事 面板現在產CC 面板因為事實上面板不是台灣產CC 全世界都產CC 對全世界產CC 那基本上有中國 像那個韓國的三星的高層就講 有中國大陸進去的產業 基本上都沒得玩了 其他的沒得玩 除非你有特別的技術 像台積電 台積電這個科技這麼強 基本上中國還是沒有辦法 好那只需各界另外一個高度關注的是 聯準會的降息速度跟規模 那速度跟規模 能然會影響到全球資金的板塊大挪移 對其實在降息或升息這件事情 除了利率表現之外 在剛剛林冠傑提到的 降息板塊大挪移 其實最重要可能是什麼 匯率差 所以呢在這樣的一個變動之後呢 匯率差其實會帶出一些 原本進去美國的資金 他會撤出 那為什麼這一次鮑爾 他要進行一個降息的一個動作 當然從今年的年初 市場眾說紛紛 到底要降不降 但是我一直告訴大家就 告訴大家說 必降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財政部的一個發財成本 所以鮑爾在傑克森棟會議 其實也表明了 9月基本上降息會做 但是他沒有表明是降多少 但是目前呢 我們可以從官員的一個談話看到 基本上在9月的一個降息幅度 應該是以照正常的步調 一碼一碼來去降 所以在今年呢 還有幾次 9月 11月 12月原則上今年應該會再降3碼 那明年呢 到明年上半年之前 應該會再降至少4碼 為什麼 因為財政部在今年年底 會遇到舉債上限 那一般參眾院搞來搞去 搞個半年嘛 所以明年第三季 是不是要暴力發債了 所以現在不降息更待何時 所以原則上在通膨 現在CPI或PCR 已經維持在3%左右 降息基本上是勢在必行 而且鮑爾他也不敢講說 通膨一定回到2%啦 他只說有信心 那這個是財政部的一個發債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財政部前10個財年 整個利息的支出已經達到了9500億 所以等於說全年的一個稅收 4兆到5兆之間的一個 收入裡面啊 幾乎20%幾 通通都要來去負利息啊 這個是超過過去以往的一個水準 過去的平均大概在10% 在今年24年的財年 恐怕會達到20%幾 那有意思的是呢 除了這個利息成本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利率點證圖 在利率點證圖最右邊 這個是長期利率 我們可以看到呢 聯準會的一個官員 在投票的時候 其實呢一直默默的在提高 長期的一個利率水準 他代表是什麼 其實聯準會官員也知道 結構性的通膨 在整個財政部 這樣一個發債結果狀況之下 是難以壓制的 所以基本上呢 從今年開始 會來趕快去做一個降息的動作 避免這個債務累積的速度太快 影響到未來甚至聯準會可能 還要再重操QE 然後這樣一個就業的一個動作 那除了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整個美國呢 降息預期成本的一個狀況之下 美元指數當然離當轉弱 那同時歐盈就轉強 那日本的部分呢 大家在討論 日本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套利交易撤退 是否造成全球股市的一個重挫 但我跟大家講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影響 是在外匯市場 跟日本股票的一個本身 因為主要呢 套利交易的一個規模 從這個最近2013年到2023年 這一段時間啊 整個套利新增的一個交易規模 也才大概在4000多億美金 可是就論標普百指數啊 標普百公司的市值 就40幾兆美金來講 其實撼動力有限 但是對於在日本的股市 以及在外匯市場影響 這個基本上是必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日幣狂升 日幣狂升 我這邊有幫大家整理幾點 我就快速的唸一下 第一點呢 是一開始日幣本來就扁過頭 因為日幣的一個匯率其實跟美日利差有關 可是在美日利差沒有放大的一個狀況之下 7月初日幣就繼續的貶值 所以第一個貶過頭 後來呢 日本的央行在7月17號 美國CPI公告的時候順次做外匯干預 並且在這個7月底是不是日本去做這個升息的一個動作 再加上8月初 8月的談話之後的隔天 非農數據失業率提高 所以種種的因素加劇日元快速的一個升值 但是升到這個位置 其實近期大概就震盪了 接下來就看美元的一個表現 那人民幣呢 近期也順次的一個升值 台幣也是 這個主要原因當然跟美元轉落是有關係啦 那指數的部分呢 剛提到了 今天降息會帶出一個經濟衰退的一個擔憂 最近美股的一個走勢 大概就會進入一個區間震盪 那在明天的凌晨NVIDIA將公告財報 這將會是這個禮拜市場最關注的重頭戲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 推特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 追蹤 收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